这个官邸是怎么回去阴森森啊 我没讲官邸以前 我先讲一个故事 交通部长的官邸 他三十多年都没有人住 因为那个是恶地 里面死了三个人 但是郭南宏接了交通部长以后 他进去看以后 是外面肮脏 里面干净 这个就是交通部长的官邸的 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们从交通部长小小官邸 来看金国先生的叫七海 七海官邸 那七海官邸的由来 大家都认为是第七舰队 在那边有一个招待所 所以叫做七海 事实上那个是日据时代 就存在的一个建筑 他跟海军总部两个 过去都是什么 日本海军的实验室 日本陆军的实验室 是两个地方 一个阳明山 一个就是仁爱路的空军总部 那个是热带医学 像毒蛇等等那些 都在那边研究 那还有海军他们自己的研究室 就是在现在的海军总部 跟蒋经国住的七海官 那蒋经国本来住长安东路 他住长安东路 结果呢是因为赤蒋案以后 蒋介石认为说那个地方 人车吵杂的地方 他容易遭到暗杀就算了 就帮他找了七海官邸 那找了七海官邸 那个时候蒋经国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行政院的副院长 那蒋经国他要搬进去 是不是要整修啊 结果各位 他们在整修的过程当中 他的主墙面非常的厚 西海官邸的主墙面非常的厚 但是他有渗水的现象 那渗水的现象一定要把水给治好 所以他们就把墙面一打以后 他们吓了一大跳 里面全部都是什么 福马林浸泡的叫做人体检验样本 就是说病理切片的样本 全部都用药水一罐一罐的 就一百七十公分的墙 全部都是什么 瓶瓶罐罐 瓶瓶罐罐 他们看了就吓了一大跳 就气在墙里面 气在墙里面 就是日本当年在做实验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们会战败的那么快 所以在撤退以前 在战败以前 他就把它封存在墙里面 是希望以后能够再把这些检体 把它运回日本 因为检体这种东西非常值钱 因为很多的病因那些调查 都是需要靠这些检体 好 打掉了以后一看 结果他那个墙壁 他发生了一个什么现象 周末晚间8点55分 等你上线